作为一个年轻的牧羊人 大卫对旷野了如指掌 知道哪里有泉水和躲藏的地方 他是在马萨大的旷野 躲避扫罗的追杀 而在诗篇通 他也将称上帝为那永不失败的马萨大 为真正的堡垒 那我曾经到以色列的马萨大 它是一个壮观的景象 在一片平坦的沙漠地带 陆地突然隆起 四面都是陡峭的悬崖 而顶峰是高远 第一次的犹太罗马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在这里 960个犹太人 与15000个罗马军事 冲突持续了几个月 而最后他们选择自杀而不投降 如此英勇的故事和壮丽的景象 那尽管我对他的印象深刻 但我知道真正的马萨大是谁 就是救主耶稣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 他是我们的堡垒 尤其是在这期间 在很多压力下 显示了很多的裂缝 有些人因为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 而面对属灵挣扎 家庭暴力频频上升 甚至工作家庭界限模糊 社会中人们面临孤立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只靠自己的能力而去崩溃 或者与一个属灵的肢体一同仰望我们的马萨大 诗篇三十一篇说 耶和华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求你侧耳而听 快快救我 做我的坚固磐石 拯救我的马萨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